一有维系教室节目 那么上堂课呢 我们讲了怎么样打入 也讲了一些打入 就是如果你拆的不合理 对方要怎么进去 如果上堂课我们讲了一个形状哈 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那么像这种呢 本来白皮应该拆二的地方 它拆的这么大 所以遭到了对方的这个打入 就把它分成两块 它就很危险了 所以这个拆啊 如何拆边 这个到底拆几 其实呢是非常讲究的 前面呢我们曾经学过 立二呢要拆三 这个立一呢 一个子的话 它拆二是最合理的 立二要拆三 那么立三呢 应该说起来就是要拆四 不过这个下棋 本身围棋呢是很活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一味的 就是只是遵守这种规律的话呢 下棋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限制了 那么一定要根据对局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我们是呃一个子拆二还是拆一 或者是立二是不是要一定要拆二 那么立三是不是一定要拆四 拆五或者拆小一点可不可以 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选择拆的位置 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样 对方这边的情况我们不去看不去管它 我们只看这个局部 现在呢轮到黑棋走了 本来立二呢应该拆三 也就是说应该拆在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拆这个位置的话 很明显的就是在中间要被白棋打入 你看如果被白棋打入的话 你要是这样盖住 它就爬回来 然后这么一扳 现在呢整块的黑棋呀 就全都浮起来了 没有根了 如果你要是用尖的办法呢 那么白棋一冲 然后这段我们不去说它 我们就说简单的这么一粒 其实黑棋呀已经非常的难处理了 这边要扳回去 那么这边呢就要拖回去 黑棋的形状 现在有点要崩溃 如果被白棋给断开的话 这个黑棋呢显然也不满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灵活的掌握了 立二这个时候也只能拆二 那么我们讲立三是不是就一定 比如说这边有三个子 是不是就一定要去拆四呢 如果这边对方 比如说啊他很厚 他很厚的情况 当然这个棋型呢不是很合理 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厚实的情况下 看起来比例三还结实 那么我们是不是拆四呢 比如拆在这个位置 这个呢也要根据情况 有的时候啊你拆大了还要担心 比如真是这样的话 还要担心人家给你打入进来呢 有的时候呢可能如果拆四啊还嫌小 这边特别厚实的情况下 比如这样特别厚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觉得这个地方拆的 反而小还可能更大 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啊 现在黑棋呢这边特别的厚实 非常厚 他要往这方面发展 他应该拆在什么位置是最合理的呢 我们来想一想 圆圆你来回答 你看这个黑棋现在已经非常厚了 你觉得他应该拆在哪 效率是最充分的 你觉得这个黑棋应该走什么呢 想好了就往上下没关系 好他现在想下这个 那焦朗你是不是同意他这点呢 同意好请坐 那么呃这首棋圆圆 我还想问你一下啊 这首棋你为什么不在这头 比如说你看这 不在这拆或者在这拆呢 太窄了 太窄了 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请坐 挂在这 如果他要是应一手呢 我们不妨再拆回来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一下挂到那去了 如果我们要拆在这呢 被摆起这么一手 这个黑棋呢很拘谨 那么拆的大了以后 我们担不担心对方打入呢 也并不担心 比如说白棋这样 他想把这块空给破掉 但是黑棋就可以选择跳 白棋也跳的时候 本来我们的定势下法呀 是要飞完以后再飞下边 这个呢 才是这个形状的一个完整的定势 但是现在情况可有变了 情况变的时候 当然我们选择的招法也要变化一下 那么这个黑棋呢 就不是从底下走 而是从上面 对白棋这个子 要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了 因为现在这边太厚了 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后势 如果后势呢 你非要去故意的去唯控的话 反而效果就越来越差 因为你唯控 人家比如说请销你一下 你是不是还得唯啊 越唯越小 不如呢把它扩张更大 我们通过攻击他 来得到更好 更大的实惠 那么现在呢 被这么 被黑棋这么一阵 白棋这个子呢 看起来就相当的危险了 所以呢 像现在这个局部 那么黑棋挂过去 是最高效率的一手棋 好 我再换一个 那么现在呢 这个黑棋先走 黑棋本来我们讲 立二 这个应该看作一个立二的形状 那么立二应该拆几呢 立二应该拆三 也就拆在这儿 但是现在这个黑棋的形状啊 应该说显然比立二呢 更强大 更厚实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挥 它这个厚实 发挥它的作用 能不能使它的这个效率 更高一点呢 焦朗 你认为这个黑棋 是不是应该稳妥的 下在这个位置呢 不是 那么如果要是你的话 你很不甘心这个下法 你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子下到什么位置 对 一手棋就逼住对方的这个单关跳 那么这手棋有什么作用呢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那个下手要飞 下手要飞 还有呢 还可以点进去 如果你要在这里边走 可以跳起来 也就是说这里边呢 白棋啊 将来如果被黑棋这么一飞进去的话 里边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威胁 那么如果白棋把这个脚守住的话 黑棋就可以跳起来了 是吧 这样呢就围成了一个像立体形状的空了 显然比我们要走这个气魄大的多了 如果走在这儿被人家白棋走 白棋的脚地就要大很多 黑棋自己就缩小了 是吧 所以呢 刚才胶朗选择的这个下法 大家比较一下 会觉得这个呢 成了一个立体的 看起来气魄完全不一样 也就漂亮多了 好 请坐 那么这个拆呢 下得非常的好 好 下面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状啊 这个黑棋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定式之后的这么一个 产生出了一个形状 那么这个定式呢 以后我们在以后的课当中 我们会学习的 那么我们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黑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很完整呢 那么如果要是不完整 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完整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使它变得完整 圆圆 你觉得这个地方形状完整吗 不完整 不完整 如果黑棋要不走的话 白棋在这个地方 可以施展什么样的手段呢 你的白棋可以走哪个 白棋走这个 白棋拆衣 好 但是这个拆了衣之后 黑棋就可以补棋了 你并没有立即发现这个黑棋的毛病啊 你看看这个地方 黑棋实际上这个形状啊 有缺陷 它这个形状有缺陷 如果白棋一旦要是致命的这手棋要走上去的话呢 黑棋这整块棋啊 都要处于被白棋攻击的状态之中了 如果你看你走这个 黑棋就这么往里一走 那么黑棋呢 可能就活了 或者它老老是这么一补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空间 对它做活也是非常有利的 再好好想一想 我们来请胶朗回答 看看胶朗能不能发现 我觉得应该点一个 好 我们看看这个有点深入敌后了 看点在这儿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棋 你当然不能走在上边了 因为这被一断 这个字就要被白棋给拿下了 所以呢 黑棋得接上 然后白棋怎么办 我们看看这个白棋啊 是如何 在这个地方施展的 然后我尝呢 好 现在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黑棋的形状实际上非常难受 圆圆你看这个形状 非常难受 你要是接上的话呢 这个地方被人家搬起来 这个显然比拆衣的效率要高很多 是不是 你看一走了 本来拆衣的话 人家黑棋可以补上 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做活 但是现在啊 白棋是把黑棋的根啊 彻底的给刮掉了 你看白棋还得了好多的目数 而且呢 拆衣的目的 它也达到 现在整块黑棋是不是就得往外跑啊 那么就成了黑棋的一个很重的一块负担了 这个长也不行 因为长的话呢 这要被人家给冲断了 冲断了以后 你拐下去 人家一拐杀气 显然是白棋气长 那么这样 黑棋 可能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发现这个点 那么这盘棋呢 就要落后了 那么黑棋 如果看到白棋这个点很严厉的话 黑棋应该怎么来补呢 拆衣 接上了 黑棋多了这个子之后 将来还可以对白棋进行打入 我们学过打入 打入的情况多种多样 像现在又生出来一个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白棋如果还点呢 海棋接上 再尖 好 白棋虎一个 哦 沾上了 我们来看看气怎么样 接上 哦 那么现在圆圆你看一下 这个棋 现在黑棋有四口气 白棋三口气 黑棋不就把白棋给杀死了吗 是不是 那么就通过这个拆衣 把自己的这个毛病就给补上了 好 请坐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那么这是一整盘的棋了 已经 现在呢 轮到黑棋走 我给大家几个提示 黑棋呢 应该走哪边最大 我们看看 上边 因为这个地方呢 白棋有一个子 黑棋呢 这边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点 另外呢 这边 也是一个 拆过来 这样也是可以下的 还有呢 就是 这个地方也可以进行拆二 这边呢 还可以把这个空围起来 但是在这个局部 现在 在这个局面之下啊 黑棋选择哪个 是最大的 哪个拆是最大的 圆圆 你觉得这个黑棋下的哪个点是最大的 好 他认为选择这点是大的 好 请坐 那么焦朗呢 如果让你下的话 黑棋你会选择哪边 你现在选择这边 好 请坐 他们呢 两个人谁都没选择这边 显然认为这边是不重要的 那么我们呢 来分析一下 圆圆走的这头 他觉得呢 想对这三个子呢 产生一些攻击的作用 而且呢 扩大这边 但是呢 你走这个 比如说白棋 当然白棋现在还可以不走 白棋呢 可以抢占这边 这个大场 这个现在黑棋 即使再走一步 对这个白棋 应该说呢 也不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另外呢 黑棋走了这个以后 其实要想在这边围控呢 也并不是太容易 因为这底下啊 你并没有挡住 如果这有个黑子的话 那么这手棋呢 还是相当大的一步棋 现在这个地方没有子 人家将来白棋跳进来 这个地方还能围控吗 其实就围不上了 是吧 那白棋走了这个之后 你看 白棋这个刚才是高位的踢脚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会围控 他也不走大了 走大了 他还担心被黑棋打入呢 所以你看白棋这个拆特别冷静 他把这个空围上了 而且呢 这个地方黑棋很厚 通过这有一个白子之后啊 还限制了黑棋在这一带的发展 那么比较下来呢 应该说还是这点 比这上面的这个 逼住呢 更大 我们看走这个 这个走了之后 黑棋马上这块 你看起来就要成空了 而且这个地方口是封住的 同时呢 对这两个白子 黑棋还有它的作用 比如说黑棋飞进去 那么刚才我们看起来 如果没有没有这两个黑子 这是白子的话 白子有白棋呢 这可以围成这么大的空 现在如果要走成这样 是不是一下变得非常小了 马上呢 这个啊 刚才看起来那么大的空 转眼间就没了 黑棋 如果白棋 比如说补一手的话 那么黑棋跳起来 我们看看黑棋 这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立体的形状了呢 那么对于将来这个黑棋 在这一带为空啊 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得着机会 如果比如白棋来破这个黑棋空的时候 黑棋不妨呢 以后有机会再去走上面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这手棋 这手拆是最大的一步棋 我们呢 下棋的时候 看到有几点都可以下的时候 就来比较一下 分析 看看这点对自己好处在哪 坏处在哪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 那么现在呢 我们曾经学过这个新定式 就是如果在这加了以后啊 白棋尖 黑棋的定式下方呢 是要尖一下 然后把这个搬住 黑 白棋 再搬 黑棋打吃 白棋接上 黑棋走这个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啊 虽然黑棋走了这个之后 可以把白棋这个子给争掉 这边争子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黑棋有力 但是呢 白棋 不管这个子的死活 它在这个地方一拆二 好 现在我们看到白棋呢 这几个子是不是就很安全了 也安定了 那么这边呢 白棋也有子 这个黑棋实际上啊 是受到了限制 它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围特别大的木 而且将来呢 白棋比如说这么一走 还要跑出来 这个地方还要引针 黑棋呢 这个后势就得不到 应该有的 这个发挥不了 应该有的作用了 所以呢 这个下法 现在如果我们死被定势的话呢 就不可取了 那么黑棋 黑棋在这个地方 它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下法 是比较效率最高的 好 还是先请圆圆来回答 如果你下黑棋的话 好 请坐 那么这手棋 胶廊你同意它吗 同意 同意 现在呢 我们看看 请坐 我们看看圆圆呢 没有死被定势 非要照着定势的下法走下去 而是呢 在这个地方拆了一个二 那么这个拆二 它起到什么作用了呢 不仅是自己这个子 本身一个子 要是拆二的话呢 它就安定了 另外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个其实是双方都想抢的一个 非常大的地方 因为黑棋走了 黑棋安定了 那白棋走了 白棋这三个子也安定了 黑棋抢了之后 将来就要对这两个白子进行攻击了 所以像这种棋呢 这个拆的下法 在这个局部 是非常合适的 也非常合理 以后呢 黑棋想办法 再可以抢这个压住 那么这手棋也抢到了 给白棋呢 就造成了一块棋的负担 这个拆下的时候 还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如果我们下对子棋的时候呢 我想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形状 比如在对方在中央 这样一分头 然后呢 白棋可以从这头走 也可以从那头走 那么假如他从这头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 黑棋如何选择拆 我们呢 也可以来学习一下 比如说对方在这儿有一个子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黑棋怎么拆是合理的呢 如果 如果要是 这一个子啊 如果要拆大了的话 这个棋形有没有毛病呢 交了 有 这个棋形有毛病 是不是被人家中间一打入 对 这个棋你看 要是被人家中间一打入的话 就可以把黑棋两边呢 给隔开了 那么这个棋 既然怕被人家打入 黑棋应该怎么下市比较稳妥的呢 我觉得应该拆二 黑棋拆二 那么黑棋拆二有什么好处 下一步啊 还要在这个地方大飞进去呢 一打飞的话 白棋要是尖 那么黑棋这块棋呢 就很像这个形状 是吧 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黑棋也很安全 如果白棋要是尖住 黑棋就在这跳一个 免得这两个子呢 如果不走这个 就要被白棋要有攻击手段 黑棋跳起来呢 现在这个形状就非常的完整了 好 请坐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子 黑棋能不能挂到这呢 圆圆 如果没有这个子 黑棋能挂这吗 能 能挂这 人家要打入 你怎么下 我想把你两边给分开 黑棋怎么下呢 来 你来摆一下 看看这黑棋怎么下 对 黑棋跳一个 白棋要是也跳呢 黑棋走什么 对 这去黑棋煎一个 好 请坐 现在呢 黑棋这么一肩啊 这白棋这个子呢 很难再跑了 如果白棋 比如说跳一个 黑棋再把这个补住 那么这个呢 也是 呃 这个 骑手在下棋的时候啊 总结出来的一个形状 这个 大家都采用这种下法 很多时候都采用这种下法 这个呢 也是一个合理的形状 如果我们在对局的时候啊 我想呢 呃 可能免不 这种情况就是 自己的子很薄 那么要被对方攻击 攻击的时候 你呢 一定要灵活的处理 这个时候呢 在维基术语当中 我们管这个呃 处理这个题呢 叫做腾挪 腾挪的在维基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那么我们呢 不妨可以学习一些 简单的腾挪手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形状啊 现在呢 轮到黑棋走 黑棋这个地方 如果换成黑棋的话 当然就很安全了 但是呢 现在是白棋 里边可能还有将来 被白棋 比如说二路点啊 或者这种点等等的 各种手段 总之呢 黑棋这个形状 看起来非常的薄 那么作为黑棋 怎么样能够 把自己这个形状 调整好 将去能够做出眼形 那这块棋就安全了 我们来想一想 利用这个白棋 你看 利用白棋的 这个子的位置 我们可以调整好 我们可以调整好黑棋的形状 圆圆 有时候下棋一定要灵活 尤其是在处理自己被公子的时候 尖这个 尖这个它如果挡住呢 再尖这头 它还挡住呢 这里边安全了吗 这里边将来 比如说被人家这么一点呢 好像这个形状看起来并不是很完整的一个活棋的形状 你并不踏实吧 下成这样 对 还不踏实呢 那么黑棋能不能 我的意思是说 利用白棋的子的形状啊 你要给白棋也有一些压力 然后呢 通过白棋的子来帮助你调整好自己的形状 再想一想 回去想一想 叫了啊 应该拖一个 应该拖一个 那如果要是白棋把你这子留下了 你不送给白棋吃吗 断一个 断一个 看来他是想故意送给白棋 然后 接上 再提掉 然后呢 再压一下 再压白棋长 好 我们看看刚才教朗同学通过这个一拖啊 这个 好像一下子自己的眼形就比刚才要漂亮多了 这个地方肯定有一只眼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只眼啊 对 现在呢 通过一拖就活齐了 那么二路拖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对局当中 整形或者是质孤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 刚才你拖的时候 刚才你拖的时候如果我要搬这个 我搬这个你走什么 加一个 加一个 这个加可是好奇 加如果要是挡住 打吃 接上 再 再虎一个 好 这样不仅欺负了白棋的空 你看圆圆比你刚才肩背白棋挡 白棋是不是缩小了很多的空呢 对 缩小了很多的空 而且黑棋自己的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就扩大了 扩大了 当然对作眼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棋如果要单接的话呢 你就压一个 走这个 然后顶一个 一样可以把这个形状呢 整 做得很完整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手段呢 我们可以不妨可以学一下 通过这个二路拖 还有很多时候啊 比如像这样的形状 那么有的时候 这个形状 我不知道 焦朗你有没有见过这拖呢 没有 没有没有见过 那么像有的时候啊 如果自己这个子很孤单的时候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 你觉得 单这样逃呢 你觉得没意思 你就想拖一个 希望呢 对方比如这么走 然后你再断他一下 他打吃 你再打 他提掉 你可以上面再打一下 如果呢 他要接上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打他一下 那么这样 你看有了这两个子以后 黑棋其实外边 逃的路呢 就更宽广了 那么这种呢 都是我们常用的一种 藤挪的手段 好 请坐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学会了一个用靠 然后靠断的办法 扭十字的办法 这样呢 就把自己的这个形状走好了 也就是说呢 黑棋的在这个局部呢 藤挪就成功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了拆的一些知识 还有呢 藤挪的一部分手法 下期呢 我们继续学习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